枪声响起大约1500人从暖暖区定安公园及周边同时出发场面壮观 这是由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举办的111年 基隆市运动爱台湾2.0暖暖区社区全民健走祭嘉年华会活动 3月5号一早在暖暖区举办的首场健走活动 由于天公作美气候凉爽吸引了大约1500人参加健康大步走 我们今天是运动爱台湾2.0Q版的第一场暖暖区的健走 我们里面还有包括我们今天的三对三人球赛 还有身心障碍的我们的地盘滚球 还有很多很多社区一体的舞异表演 而且我们站下来12号的我们的中三级协额电场的健走 还有19号的幸运机我们陆细再来各区的健康院陆细正常 希望全市的市民大家一起来参加 而且我们今天又在路口处设我们的两点温 喷酒精还有几黄鱼的单位牌 希望大家疫情虽然比较 可是我们还是要遵照我们政府所规定的 我们市议员林敏允的一请规定 这个地方也呼吁全市市民 大家来运动中大奖 健走出发前包括暖场的舞蹈表演 以及热身运动都炒热现场气氛 包括现任立委蔡世英副议长林沛祥 民政处长王于生 暖暖区长蔡春棠 以及市议员联恩典林敏勋和王醒之 郑文婷等人都一起参加 也集合了有意参选下一届市长的人选 场面十分热闹 主办单位也准备了包括自行车等抽奖奖品 以及摆设体势能和量测血压血糖的摊位 让参加健走的好朋友们快乐健康向前行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